中共官媒週四通報 中共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 內務司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張建華 因涉嫌受賄和濫用職權出庭受審 指控稱 2002年初到2018年8月 張建華擔任山東省煙臺市副市長 東營市市長 山東省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等職期間 利用職務之便 非法收受他人財務 共計折合人民幣737萬余元 在項目引進及建設中 濫用職權造成財政損失 應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張建華2018年2月退休 8月8日被調查 另據明慧網報導 張建華多年來追隨江澤民 參與迫害法輪功 導致當地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也把張建華列入參與迫害法輪功責任人 名單進行追查